曾经帮柯文哲操刀line的官方社群的这位吴静怡 他解析说 716的公平正义咒台湾 其实是一个聪明的人 拉着笨蛋出头 点心真人版的阿福宇继安 他一句现在比较流行 应该是小夫跟胖虎啦 但他说想当初这阿福宇继安 是怎么样爆打国民党获得声量和粉丝 除了新闻 基本上是没有年轻人的讨论度 那就是民众党的积极号召动员 可是如果没有社会团体的共识的话 原本是一场线上直播就可以搞定的 不过他后面提到这个 我就觉得一定要特别请文员帮我们谈 他说民众党国民党应该要有举办 在野党社会运动的动能 可是如今只能靠航必须检讨 请问国民党接下来会不会办 因为如果以国民党来讲 第一个有正当性 而且可以更把议题给聚焦 甚至是拉下目前的执政党等等 这样的主题 在接下来会有考虑要站上开道去号召吗 其实照理说 政党应该要有能够办社会运动的能量才对 但是也不会言的 大家也知道 现在国民党处于一个比较 目前在内战的状态 很混乱 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你一定要把这个 家务事先处理好 如果目前都还没有 这个炮口大家还在向内 党内互打 你今天到底要凝聚什么样的能量 你自己人都还没有办法 这个能够有一致的这个行动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非常谢谢这个 大家还对国民党有期待 所以我们应该赶快去整理 好另外一个就是 我呼应一下他讲说 阿福与契安 想说当时怎么暴打国民党 我刚才为什么特别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看这一次 民进党其实是非常聪明的 每一次的大选里面 几乎 也就是房地产的部分 或者是 有关于国有地的部分 几乎都会成为 选战里面的一个主轴 其实包含我想Max也很清楚 当时在打那个言宽恒的时候 是不是国有地 对不对 一样的模式 一天可以出到20篇以上 然后有很多在地地方骑老 突然都出来在讲 然后政论节目可以 就这个议题讨论四个小时 再加晚上三个小时 对还要重播 到了晚上还要重播 那时候我们有讲一言堂 那时候我有到NCE去告过 但是很可惜到目前为止 他只处理了一个周遇寇的节目而已 其他的都还没有处理 那时候是从早到晚 然后包含重播 就是在打言宽恒的国有地的问题 好 我们再回过头 在四年前 韩国瑜选总统的时候 他有没有被打国有地的问题 也有啊 那时候是他的岳父沙石场 有没有 就说他的岳父沙石场 占用了国有地 而且在国有地上去埋废弃物 记不记得 当时的这个国产署 非常的配合到现场去挖呀挖呀挖 挖什么呢 要挖废弃物啊 认为一定有事情啊 好 那当时 当时检举人是谁 爆料人是谁 就是黄国昌 好 就是黄国昌 所以我常常在讲就是说 在政治的这个事情 他常常会有回力标 那当然 黄国昌他自己本身的拥有23笔土地 以及有占用国有地的问题 当然这个时候 你以前是我的自己人 当然没问题呀 自己人有什么问题 可是当你站到我的对立面的时候 我一定打你 而且要打死你 所以老实说 现在黄国昌 我也认为 他几乎已经是变成 好像另外一个隐形的候选人 他不是候选人 但是现在民进党 包含他的侧翼 包含媒体 伺候他的那个规格 那个大型伺候 已经把他当成一个候选人 在做伺候了 那所以也就是说 他为什么 民进党在这场运动里面 刚才Max也分析了 他为什么要去讨论 黄国昌的议题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他也是用挤牙膏的方式 先开始说你有23米土地 然后接着说 你有违规使用 有那个停车场 再来说你还有违建 不只违建 还有占有国有地的问题 你看到光是这样的一个 他那个老家就可以 四波段的操作 一直操纵到7月16号之前 继续的讨论 然后新北市的议员 要求去裁罚 我觉得接下来 还有 接下来就是直接去会看 直接去会看 去帮你丈量 看你是怎么样子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一个氛围 就是对于民进党来讲 想尽办法要把这一场 变成他有他的不正当性 可是我也讲 如果今天有房产的人 就不能够谈居住正义的话 那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的蔡总统 他的房产不是最多的吗 以前我们也有检讨过 他不是房产最多的吗 那请问一下 他有什么资格谈居住正义 所以这样的逻辑完全不通 完全不通 而是大家对于你长期执政以来 你对于房价 还有你对于很多我们认为 应该追求的正义 你们追求了吗 我觉得今天这一场 虽然是放在居住正义 就是房价的部分 以及司法改革的部分 可是大家想想看 这两天所又曝光的讯息里面 就是林秉书不是 他已经要放出来了吗 林秉书那个核心 会发现搞了半天 那个特权疫苗 一大堆包含青绿的媒体人 那媒体人是可以 前一个礼拜在那边大骂 那时候的好心肝 不是有所谓的特权疫苗 因为那里面打疫苗的人 看起来都是国民党的别人多呀 骂骂骂骂 那时候不是还有联主席吗 后来大骂说联主席 因为他有那个癌症 事实上在医生也是希望 像他这样的病人能够 能够优先去打 可是那时候不管啊 他可以在前一个礼拜 自己已经去打了这个特权疫苗之后 然后接着不到一个礼拜 去骂那个好心肝的特权疫苗 好这个特权疫苗里面 还有民进党中常委 可是他自己本身不敢去打 然后呢安排他的爸爸 安排他的妈妈去打 那同样的新潮流 当时新潮流不是都帮高端讲话吗 高端多好多好吗 新潮流的这一台面上的人物 可能都去打高端 可是你的女儿 我直接点名嘛 就是那个段奕康 你的女儿去打特权疫苗 请问一下这有没有符合正义 我们今天很多在谈的是 社会上需要很多的正义 在法律上我们可能是认为是 那是最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所以我们在法律上 特别没有办法去接受 有关于司法官说 还有像最近外意间的问题 对不对 这外意间可以放宽到 杀警的这个犯人 可以还可以大拉拉坐外意间 然后还可以跑出去 还可以在那边做他的生意 还可以那个经营他的 那个社群平台 那同样的 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谈正义的时候 因为这是大家共同的诉求 没有错 我们刚才一直在谈 就说现在看起来 他都已经变成一个 政治的角力场所 那我在某一个程度 我是同意刚刚Max所讲的 那么可能今天的成败 大家可能对 所有的政治人物 连结比较深的是柯文哲 连结比较深的是柯文哲 但是我必须要说 即使今天的现场人数 不如预期 因为他有我们刚才讲的 包含这个 天气的因素 还有包含你人为的因素 要怎么样去黑这些 这些主办单位 那么即便他不如预期 但是并不代表这个社会 我们广大的公民 对于现在执政者 把正义根本都践踏在脚底下 搞了一堆黑箱 搞了一堆特权 然后到现在被那个揭发出来 我直接说 这么多民进党的人 或者你们的家人 打这种特权疫苗 请问一下 哪一个人出来道歉了 有没有任何人出来道歉 没有啊 打了就算啦 我有特权 这是我的本事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即便今天这个现场的人数 因为可能因为天气非常热的关系 我不会因为这样说 哎呀 这个跟我国民党没有 不干我国民党的事情啊 所以管你人多人少 但是我还是希望 大家还是能够继续 大家还是继续凝聚 对于现在执政不公不义的愤怒 不公不义 大家的那种情绪反对 还有大家应该要把它凝聚 在最后的选票上 否则的话 我们所有现在看到的 这些不公平的事情 不公平的事情 会继续的延续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实际的理由 你知道有些新闻 在绿媒是看不到的吗 没关系 绿媒不报的 中天买报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用真相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 就有多一份力量